台地再多94宗本地確診 和8宗本地無症狀感染個案 河南取代江蘇成為新增個案最多的地區 南京至新一輪疫情以來首次錄得零確診 黃禄穎報導 江蘇新增的38宗確診全部來自揚州 主城區上個星期日已經完成第四輪大規模檢測 並在星期一早上再展開第五輪檢測 當地有檢測站防控出現漏洞 導致最少23人感染 多個衛健委和防控相關官員遭警告處分 目前揚州累計個案346宗 超過首先爆發疫情累計有231宗的南京 而南京就自上個月20號陸口機場爆發疫情以來 首次錄得零確診 河南單日新增本地確診最多有41宗 40宗在鄭州主要是之前無症狀感染個案轉為確診 當地早前出現高隱蔽性的Delta變種病毒病例 一個患者第八次檢測才驗出陽性 鄭州市上個星期六起展開全民檢測 在市內搭車要掃健康碼 黃碼、紅碼和不能出事48小時內檢測陰性證明的人士不能上車 湖南的12宗本地確診中 10宗來自張家界 當局仍然不允許居民和遊客離開 湖北就有3宗確診 直至星期一下午 全國有高風險地區15個 中風險地區201個 有線電視記者黃磊詠報道 紅碼 10 10 20